无际的南检公园拥有约230公尺的绿色廊道 当中有许多自然生长或是被人为规划种植的树木 景观相当丰富 但这座公园从文教用地解编之后 办理行政程序农长 出现了无法有效管理的空窗期 各个树木竞相成长的后果不止视觉杂乱 部分也缺乏阳光来枯死 让园艺专家看了感叹相当可惜 翠绿的树叶长得旺盛 这里是无期区的南检公园 当中有许多自然生长或是被人为规划种植的树木 各个树种交叉生长造就色彩层次的景观 但因为没有妥善规划 愿意专家点出可能有互相影响生长的隐忧 有一些是长绿的树 有一些是落叶的树 落叶的树现在的时间刚刚好 快要萌芽 有的还在长 有的还没长 所以会比较参差不及 这个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阳光度会没有那么好 会变成就是说底下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它会有凉快 可是就是不太会碰到太阳 太阳会晒不到 太阳晒不到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底下的东西可能会有的会死掉 南检公园有总长约230公尺的绿色廊道 其中种有台湾海童 九重 茄冬等台湾原生树种 现在正值指数季节 专家说这些树种可以适应当地环境容易存活 它原生的东西来讲的话 它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会比较好存活 还有就是地你上面有种什么东西 在地上有种子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在长什么东西上来 其实南检公园原本是文教用地 近年解编后正办理相关行政程序 但也因此出现主管权责混乱 无法有效管理的空霜旗 各个树木竞相成长的后果不只是视觉杂乱 部分底层树木也缺乏阳光枯死 里长与社区团体都希望相关单位能重视问题 莫让这些树木变成无辜的受害者 记者赖亦银台中采访报道